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些光线的角度下微微有一些泛子的感觉 大家在插拔的时候可以发现在原版的时候有十个孔洞的地方 这一次阿帕奇选成了四个孔洞 也相比较于原版省略的那些孔洞带来的不必要的烦恼 看起来会更好看一些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玩具的一个变情 卡扣的咬合精神度没有什么问题 左右的卡扣给它解锁开 顺着根部关节来进行一个挪动 两侧有两个小维度的卡扣 我们顺着这个卡扣的部分两边给它解锁 手部呢其实就解锁开 顺着车顶盖的这个部分一直给它拉伸 几处的咬合位点上下的这个维度卡扣 解锁开 重点值得注意的是我手上这次的样板呢 在这个原装的地方呢 手感方面来说呢特别特别的紧 几段的折叠关节一段两段 给它折动一下 这也是脚前尖的这个部分 翻起把这个银色的面板往上冲 可以看到顶端和底端这个地方有个锁定卡扣 顺着根部的这个关节可以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 稍稍是有点偏紧的一个手感 这个地方挪动圆盘关节 把这个球形关节呢给它调整好 手臂部分调整过去 往后折的时候 这个头雕就出来了 但是呢小问题方面来说呢 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联动呢 多少呢是有一点点紧啊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是有一点点紧的 这个地方呢是稍微是需要用力的按压 这个地方拉伸的时候也是稍微需要用力一下的 默认的这个头雕呢是银色头雕 后稿这个部分呢是透明红 那这一次呢相应附带的动画中呢 另一个杂冰筒采用了金属色的涂装 它这个透明的效果呢非常非常好 然后身体的躯干部分呢 这个金属色的一个喷涂啊很漂亮啊 这个金属漆的部分泛着这种很明显的烛光颗粒 这种金属质感非常nice啊 我这个没有任何打光 就在自然灯光底下 你可以看到整体的发色就很漂亮 然后关节的部分呢球形关节 整体的一个阻尼感呢适配的比较适中 翅膀呢适当的做出一个避让 可以做出很大的一个活动造型 肩部呢有一个上下的搓动关节 手肘这个部分支持平转 根部这个地方呢因为变形需要 所以呢它的根部呢是有这么一个外拉关节 包括呢一个球板的部分 也是做出了细节的展示 它这一次的灰色连接件这个部分 好像都是做了这种喷涂的效果 摸起来是这种磨砂的质感啊 并不是这种普通的质感 小臂的这种紫色的金属发色呢也很好看 就人形方面呢你可以搭载的一个效果呢 也可以把这个 也可以把大枪搭载上 或者小枪的部分也是做一个搭载 手臂的紫色发色呢非常好看 武器的部分呢可以手部呢进行一个握持 包括大枪小枪呢通用的武器握持 接口呢是通用的 所以说这个飞行杂兵通用正常的二代杂兵 也就是车型杂兵呢也是进行通用的 我个人觉得腿部啊相较于上半部分呢 略微还是有一点点松啊 但是摇晃起来这个松紧度呢 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相比较于上半身的这个紧实度呢 下半身的这个腿部呢略微会有一些松 大腿的部分呢支持平转 膝的一个活动角度呢范围的弧度 膝盖整体的部分呢是这种枪铁色的涂装 包括呢小腿的分色特别特别的好看 这种金属紫色包括脚尖这个银色的部分啊 处理的都是特别好 武器的部分呢你不喜欢手部搭载呢 你也可以腿部侧方位的这个甲片上面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 我觉得可能是站立性的一个原因 因为它整个的重心呢都是在背包上面 所以呢你在调整或者站立的情况下呢 你是需要把这个重心往前移 才能摆出一个非常好看的造型 我觉得整款产品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 做工用料也好 还是整体的把玩啊 素质啊都算是KO产品中的上乘作品了 那今天视频啊就做到这儿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